嗨 大家好 我是Chad 現在和大家介紹王永慶賣米的資訊流 王永慶賣米的時候 他會記錄消費者家裡面 大人小孩的人數 然後呢 會去計算他消耗的數率 到了快沒有米的時候 會打電話通知消費者準備要買米 然後再將米送到客戶的家裡 這樣子消費者就不用擔心說 他臨時看到米不夠了要去買很緊 那賣米的廠商呢 提醒消費者這庫存資訊 本身就是一個有附加價值的資訊 以上報告